接下来大家我们就说一下呢 面向对象当中 它的第一个特征叫做封装 Income Solution 这个封装是什么意思啊大家 按照我们字面的理解 是不是把某些东西包起来的意思啊 对 在我们的面向对象里面体现的 其实就是隐藏对象的 实现细节 那实现细节 也就是属性都一样 那你听我说就对了 隐藏实现细节 什么意思大家来往这看 那给你们讲一讲 Person demo 现在呢我总描述另外一个事物 那Person demo 人有什么属性啊 比如啊 看一下我先多描述一下是吧 就是人都有人的属性多了去了啊 那我这里边能用得上的就简单点了是吧 人有什么属性呢 那人有的属性就是年龄 然后那人有的行为是什么样啊 就是说话 说话 记完了 清楚了吧 然后呢年龄怎么写啊 inter age 对吧 那说话怎么说呀 未来的 falker 谈话是吧 speaker 说话都可以啊 随便 然后在这边写什么呀 说你你你你你你多大了 大家你试着你试着想一想啊 我说哎 你多大了 我我不知道啊 大家你多大 说你自己就清楚啊 所以我就要有说话方法 你就可以把你别的说给我听啊 对 就这意思吧 他具备这功能 对吧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说什么 Person 哎呦 这个我们来了 Person demo 是吧 我们按照一般的意思是什么 我们有了人的描述 是不是算是人的微价啊 是呀 Person P就等于 你用一个Person 给人体的名字叫做P 然后你干嘛呢 P.A就等于什么 等于20 是不是给人复活年龄了 哎 你干嘛呀 P点什么 4P给这边的人说 哎 你多大了呀 是吧 就OK了 哎呦 不用听评了 加网C来个叫做 Person demo.加网 编译 请跟着 Person demo 一回车 大家发现 是不20 对吧 这是没有问题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最常见的什么 最基本动作 创建对象 调用成员 你懂一下 指挥对象 做事情 接下来 大家有没有这种情况发生呢 这小子怎么样 咔 是负20啊 对的 负20 这么也有可能吗 对吧 我们一编译呢 一遍行 是不是 哎呦 有问题呢 这么有问题 这什么 出问题了吗 什么 出问题了吗 出问题了吗 大家要知道的是 我们在进行事物描述时 是不是应该符合事物的特点 对不对 那么在这个人的事物当中 年龄有负值吗 就没有 就这个意思 然后一边就 多大了 我今天负20 那你回我京吧 是呀 你就危险 那么大家终于往这看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现象 首先第一个问题是 我们生活中的数据千变万化 加上了对每一种数据的定义了 对吧 而这某些事物当中 是不是很有可能只用了某些数据的一部分 对不对 比如年龄来讲的话 通常只用了什么 是不是从一到一百三 炒到这些数字吧 能记得了吧 所以大家付出一般不会出 那个肯定不会出现的 那么在我们计算机能去允许 是因为印度的范围是不是很大 对吧 那么我们怎么样 我们是不是应该对这个数据紧要控制啊 对 就是这个意思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不符合我们生活中情况的数据 那是因为这个age在直接被其他程序创建对象后访问 听说吧 说白说是我创建对象 我直接就访问了你的age数据 听说吧 这就造成了什么 安全隐患 听说吧 造成了不确定性 是这个意思 那么我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 我不让你访问 是不是可以 听说吧 我不让你去访问就可以了 那怎么不让访问呢 大家这里边我们可以使用到一个什么 使用到一个关键字来完成这个动作 那就是private 这个词叫做私有的意思 听说吧 私有的意思 那么大家注意听 我再帮你分析一下 为什么我们要把age私有 是不是因为我们不私有的话 他能随便访问 而且会往里负一些不允许的值 是的 那会产生安全隐患 那你跟他说什么 哎那老师咱能不能不私有 那那你看怎么办 你告人生意就完了吧 我跟你讲啊 因为我的pro你不能放你负负质啊 够意思啊 不要负啊 不太好谱吧 对吧 万一都是制品够一 人手一多了 是不是给搞符号啊 那就挂了 弄出一次了吧 虽然挺搞笑 但是说明超性就可以了 好了 那再接下来呢 我私有完以后 大家我们再变一避解决 注意往下看 编一 啥意思啊 大家他说只能在拨型访问了吧 为什么呀 记住私有东西只在本类中有效 只在本类中有效 其他的里边 即使创建的对象也访问不到 那么大意思是说 我已经将这个东西怎么样 私有化了 外界不能直接访问了 听明白吧 哎是这个意思 那大家这样就安全了 那就是这样 对象就跑不到呀 那就安全了呀 是吧 关键是 你不让我访问 那你有年龄值吗 是不是没有啊 就是那意思 听懂了吧 啊 OK 那么又该怎么办呢 大家 你把内容都藏起来也不合适 懂吧 那么你要是直接对外开放 是不是也不合适 对不对 你懂啊 我给你分析两点啊 你直接对外开放叫做不安全 对吧大家 你把它藏起来叫做防不了 听懂吧 所以怎么办 是不取有折衷啊 举个例子吧大家 这门嘛 这教室嘛 是吧 搞个门 这样吧 这门可以随便建 门不门还有用吗 这没用吗 这为什么该丢都还丢东西啊 那怎么办呢 门上了 把这门给我拆了 你干嘛 快换成墙 动力是吧 换成墙 诶 好了 这里把电脑 你防不了了吧 对啊 你进不来 进不来 你进不来就没事 关键是 你这么弄 这也不再合适啊 你这电脑 那本来我要用嘛 你只防肥嘛 对吧 你防我干嘛 睡了 那怎么办呀 这时候我想说 那咱能不能这么做 就是在门上 装个锁 对不对 有的钥匙的就能进来 没有的不让进 靠谱吧 就靠谱了 那么在成员是怎么体现的 我们把成员属性 私有了 我们对外怎么样啊 可以提供一些方法 Public 那 Void 来什么样啊 比如来个哈哈 我下写了 说我定义一个参数 你去往这个参数里边传值就行了 印他 A 我把你的A再给人 再给人A值 你能看懂吗 看懂了是吧 那么大家可以往上看 方法是可以访问的 P1.R 哈哈 往里面传一个20 大家 这个时候 是不是把20称给A了 A是不是把20称给A值了呀 对 称给对象的A值 那么这个对象是不是有值了 好了我们再走一遍 看编译 没问题 决定行 1820 别跟我说 邓老师 那你要搞负20呢 那必须 那么还一样 人家说挺热的 是吧 吃饭后 没问题 咋好是 大家 你要折腾是 你搞折腾和这个不是一样的吗 我跟你讲 就是不一样 其实我们要做的其实是什么动作 你 是不是搞了个 锁头 是吧 那你是不是得判断这哥们的钥匙 是不是就把锁头 明白了吧 我们之所以说的不合法 是不是因为他不在我们的范围之内 对了 那么我们怎么去确定他再不在范围之内呀 什么通常判断 大家判断是一笔一句 一笔一句是不是只能定在函数里面 对不对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定义函数的原因 听懂了吧 是这么回事 所以大家 锁里边怎么判断要是到底是不是 那是锁的事吧 对吧 你就他就知道到底是不是 所以怎么样 如果A怎么样 如果A大于零 并且A小于130 假设人和130差不多 我们就复制 没错吧 我们这真合法 否则什么呀 否则我们可以打印或者可以说其他事都行 听门了 OK 比如或者就直接返回 这个也可以 那否则别了 就是错误的数据 这个你懂吧 嗯 你复的复制 那编译大家 编译 瞧 是个提示 对吧 有提示 那有个人说老师 这蛮重裁的呢 是 我们在这交用的吗 如果你不愿意在这交用的话 大家可以这么交用吗 你只要复制是对的 我直偏在这交用 那个是什么呀 此屁个 可不可以啊 可不可以啊 可以 在这交用 大家也没问题 只不过地方让我们不愿意输出 那后期的用异常的体现 大家没有学到 先不说 听门了 只告诉大家 我们是不是可以在方法里面 对 你给我的数据进行逻辑判断 啊 这样是不是安全 对不对 这样叫安全 那好了 这部分都说了 大家 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事呢 稍微标准化一些 大家发现 哈哈这名字是不是烂头了 那怎么办 通常对于一个变量来讲 我们对他的操作只有两个动作 要么给他负一个值 要么把他值拿来用 是在家 专一书叫做 设置值和 获取值 能听懂吧 而设置和获取呢 通常呢 我们都可以用一些 名词来表示 一个叫做 set 一个叫做 get 现在我可以讲 以成为一种规范 叫做 把它删掉 别别别别删掉 现在一般我们都这么写 就实际上说 public wit set age int a 这里面写什么样呢 写上一个 a 等于age public int get age 再来什么 return 一个age 大家能看懂吧 一个是对 age 设置 一个是对 age 这些获取 这都听懂了吧 ok的 两个简单 那么老师 老师 你这不应有说话了吗 你干嘛一起的 嘴顿呢 大家 处理方式不一样啊 人家就要age值 至于age值是听打印还是判卷 是什么意思啊 所以 国内提问两个方法 一个是对age的 复值操作 一个是对age的 获取操作 这都听懂了吧 ok的 大家 注意这个已经成功规范了 主要问大家 以后就记住了 你一旦在类里面定义到了成员变量 这个成员变量往往都是私有的 而且这个一个成员变量是对什么 两个方法 一个是废的方法 一个是盖的方法 也就是说如果你类里面写了十个成员变量 你会有多少方法 二十个 是个二十个方法 听懂吧 你就说 老师我们有十个数项吗 真的有 我说一个 你描述图书就会有 书嘛 书什么呀 名称啊 对吧 价格呀 描信息呀 出版社呀 作者呀 这好多东西呀 粉丝呀 所属啊 这好多啊 要说明了 这就有十多个信息 数目性 几个人都会对用 乘以二的方法 你光写这个类就会凸写 告诉大家有好消息 你只要把这十个 找十多个数字写完 一个快捷键 就欧了 二十多个方法全出现 听懂说话吗 那个得用到高级编辑器 才能玩这些事情 现在咱没有啊 懂了吧 可是现在呢 我们也用不到 十多个数性 懂说意思吧 我们人类 两个地方就两三个数性 就差不多了 我说意思了吧 行了 好了 到这呢 就把这个 A这个部分呢 给大家搞了一下 那么到这以后 大家发现说 老师 那个疯狂我怎么一看脑呢 你感受到了吗 从刚才到现在 转变过程 啊 封装是不是 我刚才是隐藏实现细节 对不对 隐藏实现细节吗 去干嘛呀 说老师 那些都隐藏了 我访问啥 是吧 所以我是不是 对外皮 给你提供好的方式呢 我是不是把A是隐藏了 我是不是对外皮 提供这个方法 是的 这就是我说的封装 对吧 我说呢 再看这种一多了 对吧 现在可以给大家解释一下 依据这个代码 说一说 封装性的体现 并从该代码地方呢 进行不断的扩展